陆飞象征代表孙悟空的齐天大圣 基德代表象征平天大圣的牛魔王 倒是一个不错的梗 好 罗之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基德的 在对抗大妈的这次表现 说实话 我有点不太满意 就像我之前反复说到的 我更希望是基德丹路大妈 然后就对比陆飞丹路凯多一样 但是也不太公平 因为陆飞打凯多的情况 是在凯多已经进行了多轮大战的基础之上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 不管是陆飞还是基德 都是没有单独从一开始 在双方都满血的情况下 来单挑次皇的能力的 至少是现在这个阶段 虽然陆飞已经很夸张的进步了那么多 所以让基德这边有罗的辅助帮忙 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个人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持平的 基德只不过完成了对大妈的最后一集 当然现在这是不是最后一集还不能确定 只是我们从伟田的标题逻辑来说 可能基德跟罗已经在这个1038花 搞定大妈了 太快 我也很无语 但可能现在事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再说回基德对大妈的这个终极大招 瓷器魔牛 我们一直在期待基德会这个 把他这个朋克钢铁机器人的完全体展现出来 但没有想到基德会以一个动物形态 来展现他的这个完全体 比体积变大了很多的这个大妈的体积 还有更巨大的一个瓷器魔牛 不得不承认这个瓷器大魔牛是蛮让我们眼前离痒的 但是如果没有罗在之前已经重创大妈 那基德的最后一集肯定是搞不定大妈的 罗在之前用keyroom的这个震惊贵尔 应该对大妈的伤害 甚至在整个这次他们打倒大妈的攻击之中占了五成之上的这种伤害力 基德只是在最后负责完成最后一集 所以瓷器魔牛是一个让我们非常意外的一个招式 但讲实话还是不够让我满意吧 如果说路飞是孙悟空 卡特库里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二郎神 基德好像有点牛魔王的意思 因为他变出了这个瓷器大魔牛嘛 有点代替这个楼上的凯多成为这个牛魔王的意思 路飞象征代表孙悟空的齐天大圣 基德代表象征平天大圣的牛魔王 倒是一个不错的梗 然后让这个代表牛魔王的这个瓷器魔牛 最后打倒大妈 是一个让人蛮意外的这个剧情了 基德在之前已经在斐烟之中制造出鸟的这个机器人形态 那以此来说 基德在未来可能还会展现出更多的这个瓷器人形态 能力动物的形态 但是除此之外 整体尤其对比罗来说 尤其对比罗索隆和路飞来说 希望这个最终把大妈给打倒的这个瓷器大魔牛 只是基德能力觉醒的一个开始吧